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饶恕我们的父 不管我们犯什么罪 我父都饶恕我们 我们顺从我父的话语 我们为了做羊 做不足的羊而来到主面前 不要让我们做 跑到基督外边去的赡羊 书主是我们礼物 使我们立刻回到上帝面前 使我们得到我和我子孙 越来越好的祝福 今天在这时间 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得到 这应许的祝福 上帝说无论是谁 无论是什么时候 无论是什么地方 我们都会好的 书主使我们得到 这应许的祝福 使我们幸福生活 使我们把这幸福和健康 留给儿女 使我们得到 越来越好的祝福 使我们给身边的 带来益处 使我们做爱国者 奉耶稣的名 先感谢祝福祷告 阿们 马拉吉书前边有 塞基利亚 我们一起走下 塞基利亚九章九节 昨天我们获得了 正好的上帝的应许 我们 我们往往都想 这事想 谁能帮助我 那么我们找 能帮助自己的人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想到 老师或者其他人 可是过一段时间 才知道自己想错的 自己想错了 然后想到 然后想到自己的父母 或者兄弟姐妹 这好像 鼠泪一样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才知道 能帮助我的人 不是兄弟 兄弟是仇敌 这时候是领悟了一点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以后 才知道只有父母 才能帮助我 可是再过一段时间以后 才知道不能相信父母 不能相信父母 这时候好多人 依靠自己的孩子 可是这样的人 被孩子变了的话 抱怨自己的儿女 谁也都不能相信 这时候他们相信自己 这样说的人 这样领悟到的人 已经很厉害 因为这样的人 受到了困难 体会到了好多事情 所以不相信任何人 只相信自己 可是这样的人也很笨 正义28章26节 那么 自己相信自己的话 就秦始皇 为什么死了 离朝时代的王 都为什么死了 自己相信自己的 都是很愚美的 圣经会告诉我们 因为自己就是愚美的人 正义28章26节 连自己都不能相信 谁也都不能相信的时候 才听 才倾听这话语 可是还不领悟的 数谎言的人 相信自己的 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坏人 不知道自己是愚昧的人 像狗猪一样的人 他们去找人所造的宗教 这样的人还会受到困难 他们受到困难之后 相信自己 可是自己里边有魔鬼 靠自己来做事 或者去上班 可是他们 做事都不顺 都不行 传道说三章十一节 所以人们一般等到最后 想依靠什么 去各种各样的宗教 结果什么都不行 他们甚至去教会 可是教会的牧师 是骗子 他们说按了他 他才成为了牧师 可是上帝说 耶利米亚三章十五节 上帝把聪明 上帝把智慧聪明知识 谋略 赐给牧师 这样的牧师 才是真牧师 好多教会不说真牧师 真牧者 得到智慧聪明知识 谋略的牧师 才是真牧师 哪个教会告诉你们 这话语 耶利米亚三章十五节 不告诉我们 因为他们怕 自己显露出来 自己是假的 那么智慧聪明知识 猛烈是什么 我们获得这些的时候 可以去天国 奇迹会发生 正眼三章十节 可是不发生教会的 说谎人的教会 不告诉我们这些 他们的行为 让上帝受到辱骂 他们总是解派 解派的人 去天国还是去地狱 罗马十二章八节 肯定去地狱 解派的话 会去地狱 可是有些人 还是这样的教会 还 还 去解派 我们爱身边的人 看到别人 去地狱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心爱身边的人的话 应该像耶稣一样 告诉别人 正确的话 这时候我们才能去天国 正眼十九章十六节 可是有些人不把话语 正确的话 也告诉别人 结派的话 肯定去地狱啊 可是他们不告诉我们 不知道什么是异端 结果自己灭亡 看一下他们儿女怎么样 他们儿女总是遇到问题 或者死去 为什么不爱身边的人 不爱身边的人 不遵守诫命的话 会去地狱 这不就是 真言十九章十六节吗 不遵守 诫命的话 会去地狱 可是不爱身边的人 那么今天 这喜乐的消息 这是大喜的 喜乐的消息 上帝说应当 大大喜乐 塞基利亚九章九节 一起读一下开始 西安的名乃应当 大大喜乐 耶路撒冷的名乃应当呼唤 阿欢呼 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他是公义的 并且是行拯救 千千何何的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的狱子 阿们 耶稣是谦虚的人 马太福音 十一章二十九节 耶稣 那这谦虚是什么 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 说正确的话 这就是谦虚啊 在这世上 谁说正确的话 谁责备 我和大家 因祖先魔鬼 而说谎言 约安福音 八章四十四节 在从内心出来的罪恶中 有 忘争罪 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 因网中 罪而被主线魔鬼 或者别人的魔鬼 负了神 所以很会说谎言 那么说正确的话 这就是谦虚的 耶稣就是谦虚的人 他没有罪恶 今天作为王的 他来到你这里 他为了谁来了这里 为了我和我儿女 为了韩国 为了自己的国家 和人类来到这里 那么他来到这里之后 给我们做了什么 他进城的时候 对我们说应当大大喜乐 就是塞基利亚九章九节 就是话语里有这些话呀 可是我们昨天 读了马太福二十一章五节 这时候我们除掉了 这应当大大喜乐的内容 这是为什么 因为耶稣入城呢 入城耶路撒冷了 那么如不得到信心 信应该谁来到我们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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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和耶稣是两位嘛 提摩太前说二章五节 基督和耶稣只有一位啊 耶稣入城 这耶稣来到我们里面的 耶稣和我合而为一的 这才是信心 只能通过四周段悔改 耶稣来到我们里面 我们已经知道 耶稣如何来到我们里面 所以省略了这些之后 耶稣现在入城 为了改变我们的命名 耶稣入城了 现在大家想想在这世上 谁能帮助我们 谁也都不能帮助我们 我们父母呢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给孩子帮助孩子 好多父母 好多父母 不敢替孩子死 有些人说 有的父母替孩子死 不是的 他本来不想死 那是意外的事情 父母一般不敢替孩子死 孩子也是 孩子也不敢替父母死 我们都不敢替别人死 那么谁能帮助我们 这话语理 你应当大大喜乐 他才能帮助我们 那我们什么时候那些喜乐 做事实的会 进入到基督里 获得信心的时候 才喜乐 罗马书15章13节 我们 他是千倍的人 没有罪恶的人 没有罪恶的他 他管理这世界 这一切 像除了一样的人 受到环境的影响 可是像人一样的人 管理这环境 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 我们找回上帝的形象的话 可以管理这一切 那么上帝的形象是什么 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 这是四季段悔改 基督是上帝的形象 所以不做四季段悔改的话 不能谦虚 受到环境的影响的话 这是像除了一样的人 管理这世界的人 是像人一样的人 他为了给我们这么好的 而来到这里 入了耶路撒冷 那么他入城之后 给我们什么 让我们做什么 约翰福音19章30节 耶稣说成了 那么我们如何得到这应许 上帝说的这应许 今天在这里 我们都可以得到这应许 我们不是下次可以得到这应许 现在我们可以得到这应许 藐视上帝的话语的话 真言十三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找一下吧 会灭亡 藐视上帝的话语的国家都灭亡了 大家都看到了 还不领悟 下次哪个国家会灭亡 以赛亚书三十一章二节 耶和华又攻击那座 猎帮助人的 上帝让他们灭亡 上帝通过什么国家 让他们灭亡 或者通过自然灾害 通过地震让他们灭亡 我去过非洲 我去过拉斯帕尔玛斯 在那里有一个复兴会 听说以前在那里发生了地震 那时候大城市被埋在了地下 可是他们不挖掘出来 地震后的尸体不挖掘出来 我问了他们为什么不挖出来 他们说因为挖出来之后 还要埋在地下 而且埋在地下的城市太深了 不敢挖掘出来 那里杂草丛生 我带来了当时拍下来的照片 上帝来做的话 是这样 世界不可思议是什么 使人感叹的那些人所造的 上帝来毁灭了这一切 这就是不可思议 有些人说我们民族有悠久的文化 几千年的文化 可是我们民族怎么能这样 他们相信这文化 他们以为通过文化可以做人 可是这世界或者国家 把什么放在第一位 第一位是什么 文化是第一位吗 有的国家把政治或者教育放在第一位 可是这样的 这样做都不行啊 只有上帝的话 我们才能行 只有 只要有十个义人 国家不会灭亡 创世纪十八章到十九章 上帝在苏多玛和欧姆兰里 选找了十个义人 我们一起读一下 章言十三章十三节开始 藐视寻言的自取灭亡 敬畏解命的必得上报 阿们 敬畏解命的是什么 遵守解命的是爱人如己的 就是像自己一样爱身边的人 不是像兄弟一样爱身边的人 爱人如己的时候 我们不吵架 兄弟之间呢 可以吵架 可是我们不跟自己吵架 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 爱人如己 那么现在 我们得不到祝福 假信奉耶稣的 解派的去地狱的 罗马十二章八节 犹太十一章十九节 结党结派的 祸不得圣灵 都是属于魔鬼的 上帝说 他们不如狗 我们应该传给他们这话语啊 可是我们不爱身边的人 不遵守诫命 这样做只能去地狱啊 受到咒诅 所以我们得不到祝福 现在 不做事都悔改 的话 否认主 这是一段 彼得或是二章一节 你应该传出话语 可是不传出话语 我上次去了 有一位牧师的教会 他不传出话语 他不是从上帝的话 不爱身边的人 他会去地狱啊 不遵守诫命的会去地狱 可是遵守诫命的会去天国 不传着福音后期盼得福 这样做怎么能得福啊 今天谁藐视上帝的话语 有些人说 我不藐视上帝的话语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别人 异端是什么 结党结派的人 不如狗和猪 以后会去地狱 那么为什么不告诉这些 你这是爱身边的人吗 不要说谎言 爱是爱的果子 是显现出来的 我和大家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们做不顺的事情 所以不顺 明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我们一起找一下 明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上帝的话语如实给我们实现 这话语给我们实现 那么现在在这世上 我们在生活中有恶 这万恶 从内心出来的罪恶中 第一个就是恶念 我们为了这万恶 为了钱而生活 可是不能管理这钱的话 这都是恶 与钱有关的都是这万恶 真言十九章七节 七到八节 贫穷人 兄弟都恨他 不能受到好的待遇 你应该得到我给你的祝福 如果我们获得了钱 那应该懂得管理钱 可是我们把钱当作偶像 不能把上帝 不把上帝放在第一院 上帝早上会帮助我们 可是不来参加成功礼拜 藐视上帝的话语 你会去死的 真言十一章六节 你有恶 你不再次都悔改 你依靠自己生活 赚钱的话 等到你有了钱 上帝杀死你 有些人获得了高职位 获得了名誉或者权利 上帝会杀死他 为什么 因为他赚了的钱 不是他的 这笔钱是为了一人 传道是二章二十六节 那么我这不足的仆人 为你们祷告 你们不管做什么 先悔改之后做一下吧 这时候 我们赚钱以后也不会死的 你的耳孙越来越好 三辈子过福音生活 三辈子过贫穷生活 不会这样的 这就是教会 让我们愿了愿好的 这才是教会 教会的头是基督 教会的身体也是基督 这就是教会 一副所是一章十二到二十三节 没有死的怀改的 都是假的教会 过来十四二章八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明书家二十三章十九节 开始 神非人必不知说谎 也非人子 必不知后悔 他说话 起不着就行呢 他发言 起不要成就呢 阿们 大家阿们吧 耶和尔上帝 把圣经话 如实给我们实现 所以他以后怎么样 我以后怎么样 看着圣经 就知道 我现在帮助恶人吗 那我帮助以后会灭亡 因为我帮助了恶人 你灭亡的时候 你子孙三四代 不悔改 你所犯的罪恶的话 你主先犯了罪 所以上帝会杀死 你子孙三四代 出埃及经二十章五到六节 那么谁能抵挡住这些灾样 耶稣入城的这话语 现在我们得到这话语的话 从今天开始 不会受到任何灾样 一切问题变成祝福 今天我们断开一切过去吧 这是多么庞大的应许哦 我们一生以来 受到父母留给的 误会的疾病 我们受到困难 魔鬼都着目我们 没有幸福 没有自由 而且经济不景气 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和睦 儿女不听话 过得不好 可是哪里有这么喜乐的消息啊 所以上帝说 你应当大大喜乐 王中的王 他牵接合合的齐酒驴 处在母位 入冷耶路三冷 这都是为了改变我们的命运 为了帮助我们和我们儿女 大家今天为了得到这些祝福 来到这里 阿们吧 昨天入城之后 今天 这星期一开始 他做了什么 让无法古术 变苦干的能力 这也好 可是我们做好的时候 会得到一切能力啊 一副所事一加二十节 进入到基督里的话 做四十段回改的话 可以获得一切能力 那么先要做的是 无法国术变苦干的吗 不是的 先只要自己的圣殿变干净 一切都能行 我们一起找一下马可福音 十一章十七节 今天大家为了得到这样的祝福 来到这里 今天我们来了成功礼拜 那么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 耶稣也早晨起来祷告了 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章 那么好多人都想学耶稣 菲利比士二章五节 你要拥有耶稣基督的心 这时候大家都说阿们 可是不学习耶稣 不来早晨成功礼拜 光期盼得福 早晨礼拜是诗篇四十九章二十节 诗篇四十九章二十节 上帝说早晨我帮助你 诗篇四十六章五节 耶稣上帝全能地说 早晨我帮助你 可是你都藐视了他的话语 还期盼得福 大家都希望得福吧 那么为什么得不到祝福 你的行为 因为你的行为啊 这是你的问题 因为你不顺从了 所以你不顺 顺从事必 做礼拜更重要的 萨摩尔记上十五章十二节 不顺从着上帝给他报应 让他受到赞扬作主 我不顺的话 我儿女三四代受到赞扬作主 未出师的婴儿也不例外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生活 我家人现在在哪儿 我孩子在国外有名的大学学习吗 父母犯罪了就害死孩子 不管孩子在哪里 都害死孩子 真言十九章十三节 那么我们要把自己和儿女活过来 把灾样变成祝福 我犯罪的时候 儿女就受到灾样 儿女成为愚昧人 受到灾样 因为这魔鬼传下去 逼得钱是一章十八节 这是流传流传到儿女 我犯罪的时候害死儿女 破坏夫妻关系 害死自己的心灵 如果不照顾 害自己破坏夫妻关系 或者害儿女爱国家的话 这怎么能说 爱的宗教 上帝的宗教 有爱的话 应该正确地领悟 领悟的人 自己幸福 夫妻关系 变好 儿女就孝子 做爱国者 我们应该传这些话 以后 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七节 文西读一遍开始 便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者说 我的殿 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 你们到时 他成为贼窝勒 阿们 耶稣入耶路撒冷之后 去了哪里 去了圣殿 那么在那里的大部分人 有万恶 只为钱生活 骂耶稣名 上帝名 他们 他们出自己的名 他们说 我只卖羊 我只在这里换钱 我做好事 等等 可是他们找出 他们找出 理由 找出正当理由 他们都像 他们都像 家里人犹大一样 那么 这圣殿指的是什么 这是教会圣殿吗 这圣殿指的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一起找一下 哥林多全是三章十六节 所以解禁了 这圣殿 这我们的身体 我们为什么得不到 全能者的 这庞大的应许 爱的应许 因为我们不解禁圣殿 耶稣入城之后 解禁了圣殿 解禁圣殿 这不是什么 胆灰尘的意思 我们里面 万恶 马太福诗 十五章十九节 万恶 这是与钱有关的 万是跟钱有关 这恶是从你内心 不断出来 今天你要洗干净 洁净的时候 我们的心愿 或者实现 我已经有几辆 世界有名的车 名车 别人送给我了 可是我平时 坐最不好的车 像锯子一样的车 我很开心的 坐这辆车 那么我总是 坐这辆车吗 不是的 我偶尔需要的时候 坐好车 大家也要得到 这样的祝福 我们洗净 我们要洗净 罪恶从 内心出来的 污秽的罪恶 我们洗净的话 解净 我圣殿的话 上帝就赐给我们 祝福 给我们马太福音 六章八节的祝福 你求上帝祷告 上帝啊 你赐给我这个吧 那个吧 这样的时候 你不行 上帝什么时候 把我们所用的 给我们 先我们做好的时候 全能着他 给我们这样的祝福 那么我们为什么 得不到马太福 六章八节的祝福啊 因为你内心 污灰 现在今天 大家都要得到 这样的祝福 上帝已经都知道 我们的心愿 所需要的 我们眼前 有这些祝福 可是 有些人为了得福 乱去地方 他们会灭亡 我们希望 大家希望怎么收获 应该 我们都应该 顺从话语 只有这些话语 才能帮助我们 那么对像人一样的人 这些话语是粮食 像除内一样的人 对他们来说 这些话语是无用的 人应该服用话语 那什么时候 可以服用话语 我们内心 变干净的时候 基督进入到 我们里边的时候 才能服用话语 无论是什么事 都要求上帝祷告 我们为什么祷告 是为了 实现这些心愿祷告 可是 魔鬼也 也祷告 谁能实现 我们的心愿 唯独是 全能的耶和华上帝 耶和华上帝在哪 他在哪里 他在四十段悔改 基督里边 哥林多后十五章十九节 我们为了得到 这样的祝福 来到这里 因为 我们拥有内心 出来的罪 而做事不顺 就捷进圣殿的时候 这圣殿呢 现在大家去看一下 用水泥建造的教会 结派的教会 他们有没有真理 罗马十二章八节 我们一起找一下吧 我们找的 哥林多前书 话语的内容 我们 身体就是圣殿 这是我们已经都知道的 那么我们找一下 罗马十二章八节 结派的 结党的 他们没有真理 没有耶税基督 那里是 罗马十二章八节 聚集的地方 可是没有人 告诉我们这些 没有说正确的话 没有人说正确的话 没有谦虚的人 罗马十二章八节 一起读一下 唯有结党不顺从正理 反顺从不义的 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 阿们 那么结党的 顺不顺从正理 正理是什么 耶稣说 预言福音十四章六节 耶稣就是正理 可是不顺从耶稣 他们做无畏的事 那么大家做事不顺吗 不顺从正理的 这是结党结派的 在这圣经上写着 可是还是有这样的人 那么谁能说正确的话 就是谦卑的人说正确的话 上帝赐恩典的人说正确的话 彼得前述章五节 他才能预见主 获得恩典 可是骄傲的人 上帝亲自攻击他 我们虽然去教会 可是不觉 变不觉 不知不觉的变骄傲了 攻击了上帝 结果万事不顺 我们虽然做信仰生活 但是儿女不顺 自己不顺 祸不得医治 不知道原因 大家今天都有新的开始 我们都能醒的 我和大家要有祈祷的心 那么如果我们为了在心里 建圣殿 祷告的话 这内心 污秽还是解禁 我们通过四段悔改 祷告 通过基督的学 把内心变干净的时候 变解禁的时候 洗净从内心出来的 最恶的时候 我们一起找一下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 大家都希望就是顺利 希望家人越来越好 有句话说 好事多么 有好事之后有多么 可是 我们过日子 可以过日子的时候 被染骗或者得疾病 我们做四段悔改 这样的人能得到 入耶路撒冷的 这应许可以得到的 会越来越好 证言十九章十三节 子孙万代 会越来越好 不会有灾 我们为了得到这样的祝福 来到这里 这时候 我们 有 我们获得幸福 可以把祝福留给子孙 我们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 一起读一下吧 开始 因为 从心里发出来的 有恶念凶杀 奸淫 狗和 偷盗 妄正 绑多 阿们 从心里发出来的最第一个就是恶念 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万事都是与钱有关的 我们心里出来的这些罪恶 我们戴了只看到钱的眼镜 所以因为只看钱 所以纷争吵架 提多是一章十五节 这样的人只看钱 那么这万事与钱有关 上帝说这是心里出来的罪恶当中第一个罪恶 提摩太前说六章十节 内心出来的这罪恶 如果你有这罪恶的话 信心没有了 提摩太后说六章十节 你是属于魔鬼的 受作主的人 有些人说 不信耶稣的人也成功了 诗篇三十七章 这不是成功的 章言二十四章一节 上帝说 不要接近这样的人 看一下 给独裁者干活的人 他们所做的话是 是对不起后孙的事情 所以跟恶人在一起的话 灭亡还是性生 看一下他们后孙怎么样 比如我父啊 我爷爷啊 曾经做了什么什么 他们或许三世代都不顺利 为什么呢 因为主线做了坏事 章言二十四章一节 恶人做事顺利 这都是为了义人 百费劲了 不要接近这样的人 愚昧的人说 不信耶稣的 或者去假的教会的人也成功了 过得很好 他们百费劲了 他们不能花自己赚来的钱 记得子孙三世代都说 道助主 这是成功的吗 不要藐视上帝的话语 以后去灭亡 今天 从心里出来的最后中 第一个是 这万恶 这万恶是与钱有关 有关的 上帝说 你得到钱吧 西伯来书六章十四节 你得到祝福吧 你爱我的话 真言八章二十一节 你要多少 我给你多少 可是上帝也很奇怪 这钱导致了万恶 可是为什么想让我们得福啊 你能管理钱的时候 得到一切 有了钱 就去买好车 这样做的人 上帝抢他的钱 或者不给他钱 能够管理钱的话 给你 给我们一切 在这世上 我们赚来的钱 这是自己的吗 我们死的时候 能带着这笔钱吗 我付给我们钱的时候 我们为了我付 要花费钱 比如我们建造 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 建造我主的圣殿的时候 花费十一节和钱的话 可以把祝福存在 永远的天国 谁也不能偷我们的祝福 谁也不能抢走我们的祝福 这些祝福 传给我们子孙千万代 可是有些人 为了自己花费钱 这个人很骄傲 还是谦虚 看他骑什么 就知道 他骑着鞠子 还是骑着马 那我们呢 今天我们悔改一下 从心里出来的罪恶 这时候上帝改变我们的命运 让我们变成有福的人 让我们改变命运 这时候不仅我会好 而且我儿女也会好 国家和民族也会好 这是从 那么我们如何得到耶稣 入耶路撒冷的这应许 这祝福 大家静静地闭着眼睛 从内心之来的罪恶当中 万恶就是跟钱有关的 大家现在 因钱而发生争吵 或者打官司 或者不能得到 借给别人的钱 或者 骗着拿走了自己的钱 或者不退换 或者不退换 租金啊等等 靠自己来的 靠自己来赚钱的话 肯定会灭亡 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 那么今天我们要告白 从内心出来的 这恶念万恶 跟钱有关的 可是我们不回改了这些罪恶 今天用基督的血洗净罪恶吧 你会成为新人 大家有新的开始 可以把问题变成祝福啊 诉讼的问题啊 都能解决 第二个罪恶是凶杀罪 有些人说 自己 我不犯了凶杀罪 可是 不喜欢看到的 讨厌别人的都是凶杀罪 我们都要回改这些罪恶 还有 苟和罪 不服用 不要的人也出来 坚淫和苟和罪 不要为自己的身体 而走向败坏 这是境遇上的罪恶 我们要祷告 祈祷 夫妻之先 互相相爱 今天 我们 悔改一下 内心故意不认识上帝的罪 和从肉体里出来的罪 这时候 洗净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祝福 今天我们做四章 回改的时候 罗马14章6节 上帝给我们幸福 某个人都被赶走 问题或者解决 我们不回改 从内心出来的罪恶的话 圣殿太误会了 不能得到这些祝福 那么我们闭着眼睛 眼镜吧 万事跟钱有关 可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恶 神经老是我们依靠自己生活的 耶和华主宰我们的生与死 他主宰生与病死 就是使我们洗净 依靠自己的走向败坏的 最愚昧的罪恶 今天使我们洗净自己的内心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找不到洗净罪恶的办法 内心幸福的办法 只能通过四章 回改上帝的奥秘 我们才能行 此刻就是使我们得到这些祝福 我们恨了别人 犯了凶杀罪 就是使我们得到饶恕 就是饶恕我们所犯的妄证 偷盗 帮主 妨碍 福音的罪 今天使我们改变命运 使我们儿女得到这些祝福 我们相信我们子孙做孝子 可以给上边的带来益主 使我们做爱国者 大家一起喊主三章的时候 今天回改一下 从内心出来的罪 万民祷告的 任何人祷告的 这内心 这圣殿太污秽了 我们洗净 这内心的时候 我们为了得到 为了我们得到 这应许的祝福 耶稣入城了 今天在这时间 只要做悔改 可以得到一切 大家彻底的不断的悔改一下 从内心出来的罪 内心故意不认识上帝的罪 从肉体里出来的罪 祝愿大家实现自己的心愿 我们一起喊主三章吧 开始主啊 主啊 主啊 我不悔改了自己的内心 自己的圣殿 太污秽了 变污秽了 今天就使我们通过机制的血 彻底做悔改 您帮我们抵挡住 一切的灾难和救赎 使我们和我们儿女 得到更好的祝福 此刻使我们得到 越来越好的祝福 今天希望大家同受苦难 在这时间 希望大家得到安慰 得到祝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